香港迪士尼樂園正在加建的三個新園區 其中一個將率先在11月中開幕 動畫裏的卡通人物即將出現在香港迪士尼的新園區 反斗奇兵大本營裏 這個新園區是亞洲獨有的 裏面有三項新的設施 包括一個27米高呈U型軌道 名為衝天遙控車的機動遊戲 以及這個25米高可以飽覽半空的機動裝置 做一個名為轉轉彈弓狗的機動遊戲 迪士尼說工程已經進行到最後階段 我們要進行一系列安全方面的測試 這方面的測試做完之後 我們需要做一些實質模擬的練習 今次的三個主題園區 剛剛我都說過兩個是世界獨有 一個是亞洲獨有 所以我們相信在這些特別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保持著自己的優勢 平時我們玩的玩具大極都有限 但在新園區內所有玩具都放大了 好像手門口的胡迪足足有六米高 迪士尼說這個設計希望入場人士一常做玩具的滋味 樂園另外有兩個新園區 灰紅山谷和迷離莊園 分別會在明年年中和後年啟用 無線電視機則一層間報導 也會保持著 內心防水在海盛 接近兩次 我們下水分內